忠于内心 还是忠于责任 《狼桥一梦》是一个经典的中年男女的婚外恋故事 只不过这场婚外恋没有高调地发展下去 承先得到获释于死亡破 电影中 由于女主最终选择了忠于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而放弃了让自己重新活过来的新恋情 得以让这场婚外恋的当事人都得体地回到了现实中 并最终都体面优雅而又温情默默地死去 真正达到了发忽情 止于理的境界 虽然他们心中的爱从未消失 严格地说 这不是一个颂扬爱情的故事 他只是提出了问题 关于婚姻 爱 于责任 人类的内心隐秘和各种复杂的情愫 如果都是可以用逻辑对错来判定解决 那该是多么省心的事 连上帝也会笑着入睡吧 保卫爱情 还是坚守责任 在没有大时代大背景的情愫可原和衬托下 面对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 无论站在哪五方都不容易应对 这真是一道太不陶桥的辩论题 所以 最好的做法还是放弃辩论吧 为了家人和责任 最终在挣扎中放弃了让自己重生的欲望和激情 或者说是那种很多人一生都可能遇不到一次的爱情 无疑是伟大的 当然 这种伟大也是有代价的 代价就是 两个彼此深爱的人 只有都变成了骨灰后才终于可以厮守在了他们相遇的廊桥之上 如果这结局也算是一种浪漫 真是残忍的浪漫 充满遗憾 令人心酸 人至中年 一切都已尘埃落定 无论弱得精彩 还是不精彩 人生不能假设 也无法重来 命运沉浮无法言说 给相逢以情爱 给情爱以欲望 给欲望以高潮 给高潮以失忆 给离别以惆怅 给远方以思念 给丈夫以温情 给孩子以母爱 给死亡以诚挚的追悼 给往事以隆重的回忆 给先人的爱以忠心的理解 这是一个豆瓣映迷写给狼乔姨梦的影评 差不多是对狼乔姨梦最准确的评价了 也许 只有